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烂土 祂的世间不作物 一步一步 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摩西五经的主题式的言经 我们整个的主题的总题目是圣洁的国度 我想这个是我们前几次都已经谈到了这个观念 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救恩的线路来到亚伯拉罕的身上 上帝持续不断地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前进 为要为人类预备救恩 现在来到亚伯拉罕的身上 上帝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讲到这个约的内容 我们如果看这张投影片的话 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约的里面的核心 是一片特定的土地 一个国家 然后极大的祝福 而且这个祝福会透过亚伯拉罕涌流到万国万族 然后他也会有大名 这是上帝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这个约的内容 这个约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见 我说神其实五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自己 而且每一次约的内容就会往前晋升 那第二次上帝向亚伯拉罕立约是在第13章 13章14节到16节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见他从这个哈兰来到了这个事件以后 再往南走就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 他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 而在这个竹坛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上帝就跟他有一些关联 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第12章中间发生一些历史的事件 在这个历史事件中间 我们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他受上帝的考验 他到埃及去的时候 他没有凭着信心 因为饥荒到埃及去的时候 他没有通过这个考验 可是上帝仍然祝福他 到了13章的时候 再一次是对亚伯拉罕的考验 就是罗德跟他彼此相争的问题 那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退让 在这个退让之后 我们看见13章14节就讲到说 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 耶华就对亚伯拉罕说话 所以每一次当亚伯拉罕通过一个测试的时候 上帝来向他说话 14节到16节就是 第二次谈到约的内容 从你所在之地举目向东向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什么呢 地 所以我们说这个约里面的第一个素质又出现了 地要赐给他 赐给你和你的什么呢 后翼 这个词是一个重新出现的词 地有了 而且要赐给你的后翼之道永远 我要使你的后翼如地上的沉沙 这样多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这是上帝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提到了约里面的两个重要的素质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后翼 我们会发现后翼这个观念又开始出现了 那接下去14章亚伯拉罕也受到考验 就是他跟索多玛王的一个经验 他不取索多玛王的 这个他征战回来的任何一根线一根一根针 他都不取 他说唯独是上帝是让他蒙福的根源 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到了第15章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第三次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 15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就是亚伯拉罕通过了考试之后 上帝就向他显现 说亚伯拉罕等等 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就跟上帝讲说 我没有后事 接下去我们会看见 在这个15章的里面 上帝给他有一个所谓立约的仪式 在这个地方发生 15章的12节 这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把很多的牲畜 还有鸟都劈成一半一半的放在地上 然后17节讲到说是天黑的时候就有火 从这些肉块中间经过 这样子一个动作 其实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仪式 表明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 所谓的生命的约 是一个彼此生命相交 彼此生命互相连结的一个约 所以这个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 在这个约的仪式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见再一次上帝提到这个约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第13节这个地方 15章的13节 耶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 所以你一定会有后裔的 不是你的仆人 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后裔 必寄居什么呢 别人的地 要服侍那地的人 可是400年之后呢 他们要出来 出来之后呢 到了第18节的时候 耶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到右发拉底河之地 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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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地 这一块地呢 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所以第三次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 地跟后裔这个观念又再一次出现 再接下一次 我们会看见是在第17章这个地方 上帝又一次来向他显现 可是在17章之前呢 我们所看到的是16章所发生的一个历史的事情 这个历史的事情呢 对亚伯拉罕其实又是一个考验 因为15章上帝跟亚伯拉罕保证说 你一定会有后裔 那亚伯拉罕还没有后裔 他怎么办呢 他的妻子所出的主意就是让夏甲来代替 这个沙拉来跟亚伯拉罕就后来就生了所谓的以时玛利 前面我已经有讲过 这个以时玛利其实是标准的这个阿拉伯地区这个人种的一个代表 他是散跟含的一个混血 可是呢以时玛利的出生并不在上帝的期待的里面 并不在上帝的期待里面 所以我们注意来看 这个16章的第16节这个地方说 下嫁给亚伯拉罕生以时玛利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86岁 第17章一开始 第一节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75岁 75岁到86岁 中间有11到12年的时间 上帝上他显现了三次 可是从86岁一直到99岁 中间有13年的时间 上帝却没有向亚伯拉罕说任何一句话 我相信在这13年中间 亚伯拉罕可以了解上帝的沉默 其实代表了上帝对他 借着下假生以时玛利来取得后裔这件事情 上帝是不满意的 所以13年的沉默 到了17章第一节的时候 上帝终于打破沉默 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 耶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们接下去看这个约的这个内涵 就非常清楚的显露出来了 他说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要叫做亚伯拉罕 我必使你第一个后裔极其繁多 所以呢 后裔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然后呢 我要与你这个 世世代代建立这个约 要把现在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 这个所谓的约里面的数值 后裔 国度 土地 这个地方也提到说 它会有大名 这几个因素又重复的出现 我们这张表看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约的这个所谓的元素都出现了 约的元素都出现了 这是第十七章 那第五次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 是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二十二章的时候 亚伯拉罕照着上帝的这个要求呢 将以撒献祭 当然上帝没有接受人祭 也表示了上帝是不接受人祭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 所以呢 有了一个这个阳三阳的一个取代 所以呢 在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们会看见上帝呢 呼叫亚伯拉罕 而且在这个地方 跟亚伯拉罕在最后一次 把这个约的内容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的十六节 耶和华说 你既行的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的因素 我要赐你大福 论子孙 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 上帝在这个地方对这个约做了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诉说 意思就是说 我会给你很多的子孙 可是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我曾经讲过后裔这个字 后裔这个字从来没有用多数型出现过 它永远都是单数型 所以它出现的时候可以指的是亚伯拉罕多数的子孙 好像天上的星 海边沙一样多的 可是它也可以指的亚伯拉罕的单一的后裔 就是一个特定的后裔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说到说 你的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 而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指的是所谓的单一的后裔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的单一的后裔 是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新约 新约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所谓的注解 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见保罗如何来注解这件事情呢 三章的这个十六节 新约加拉太书三章的十六节 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的确是用后裔这个字来做文章 他就抓了后裔这个字 只有单数型没有多数型的一个用法的时候 他说当上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的时候 指的并不是亚伯拉罕的众后裔 而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单一后裔 因为这个字是单数 所以他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 所以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的一个单一后裔 一个特定后裔 保罗在新约就说 这个特定的后裔是谁呢 这个特定的后裔就是基督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再一次看见救恩的线路 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这个败坏蛇 到了伞的时候 上帝说耶和华是伞的神 所以救恩走伞 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神说我会有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对人类救恩的出路 这条出路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 特别是一个特定的后裔 来完成祝福万国万邦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说创世纪是救恩历史 是非常清楚的 它其实就是救恩线路的一个发展 当然这个整个救恩的做成 上帝说我会先透过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组成的这个国度 可是在这个国度中间 会有一个特定的后裔出来 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 他们是蒙福的 可是在这个子孙中间的 那一个特定的后裔 却是不但自己蒙福 使以色列蒙福 更是带给列邦列祖祝福的一位 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其实就是他为人类 预备救恩的一个成就 当然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 这个救恩不只是停留在 亚伯拉罕的身上 而是在他的这个后代的身上 他的这个后代都继承了 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来看 这张图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是所谓的 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继承 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中间 他除了以时玛丽之外 他有以撒 他是他的儿子 当然以撒是神应许的后裔 那后来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后代 可是呢 这个约走在谁的身上呢 这个约走在就是走在 以撒的身上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 第26章这个地方 26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 以撒亲身与上帝接触 而领受了这个约 创世纪第26章的第二节 耶华向以撒显现 说你不要下埃及 要住在这地 你寄居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于你 我要将这些地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是以撒 上帝跟他讲到 继续讲到这个约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和你的什么呢 后裔 所以地的元素 后裔的元素又再一次出现 不但如此 他讲到说 我要加仗你的后裔 很多很多 在第四节的下半段说什么呢 并且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怎么样呢 得福 所以这个福这个观念 又再一次出现 所以这个约是被谁继承呢 这个约被以撒继承了 另外一段经文是在 同样是26章 也是以撒 我们会看见 在这个23节到24节这个地方 以撒到了别士巴 别士巴这个地方是以撒 这个比较常居的一个地方 他说上帝向他显现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于你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所以以撒两次神向他显现 继续谈到这个所谓亚伯拉罕的约 以撒继承了这个约 他继承了这个约里面的因素 包括地 包括后裔 包括福 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看见以撒也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雅各 一个是以扫 可是救恩的线路没有走以扫 却走了谁呢 走了雅各 我们来看28章 28章的里面 这是雅各逃夺以扫的时候 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他遇见上帝 我们看到28章的第13节这个地方 耶华在梯子上来向雅各显现 他说 我是耶华 你主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前面只讲了说是亚伯拉罕的神 现在已经变成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 这个因素再次出来了 地的因素还有什么呢 后裔 你的后裔像陈沙那样多 第14节的中间下半就说 地上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 得什么呢 得福 得福 所以地后裔跟福 这个约被谁继承了呢 被雅各继承了 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第35章 第35章 第35章呢 是雅各 他从这个哈兰回来之后 他回哈兰 从哈兰回来之后呢 他又回到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 当他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 神再一次向他显现 所以是35章的第九节这个地方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 神又向他显现 这是赐福与他 把他改了名字 从雅各改成以色列 第11节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生养众多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 从你而生 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 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所以在这个地方 再一次提到会有一个国度出现 国度会在一个特定的土地上 而由他们的后裔所完成 所组成这一个国度 所组成的这一个国度 所以这是第35章 我们会看到雅各既成这个约 再往下面走呢 我们会看见要到这个第46章 请大家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46章 这个地方 46章是雅各他即将下埃及去的时候 他到埃及去找他的儿子约瑟的时候呢 他来到别士巴这个地方 46章的第二节 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雅各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我是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 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 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什么呢 大族 大族就是一个后裔的群体 就是一个很大的族 所以上帝仍然给他这样的应许 再接下来的一个经文是在第48章 我们可以来看第48章 48章也是雅各 是雅各临终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48章第三节 雅各就交代约瑟说 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说 生养众多成为多名要把这第一次给你的什么后裔 所以我们会看见雅各在以色的身上有两次 他跟神 神向他显现讲到这个约 在雅各的身上有四次神向他显现讲到这个约 所以从以色到雅各他们继承这个约 最后的一段经文 我们要来看的是 《创世纪》第50章 第50章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看见是约瑟临终的时候 约瑟临终的时候 约瑟临终的时候 他说了些什么话呢 在24节这个地方 约瑟对他的弟兄说 我要死了 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 这地是指的埃及地 上去 上去到哪里呢 到他岂是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地 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约瑟他在临死的时候呢 他再一次重生 上帝与他们这个家族所立的约 是一个国度 是一个国度 我们不要忘掉 我们会看见 到了出埃及记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度出现 上帝应许他们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是由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后裔所组成的 这个国度会在一个特定的土地 就是后来所谓的迦南地 就是这片土地上面 会成为一个国度 而这个国度是上帝所分别出来 要完成他救恩计划的 到了新约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说 他说救恩的确是为万民预备的 可是救恩的原初是哪里呢 他说救恩出于以色列 现在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发现 整个创世纪他在讲人类救恩的陷落 女人的后裔要胜过仇敌 散的后裔 他们是与神建立关系的 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告诉他说 你的子孙会成为一个国度 在这个国度中间 会有一个特定的子孙出来 而这个特定的子孙 会成为万国万民万族的祝福 就是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 出于这一个圣洁的国度 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被呼召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后呢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段经文 是在创世纪第49章这段经文 在第49章这段经文呢 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 不但救恩出于以色列 而且会有一位掌权者出于他们 我们来看第49章的第8节这个地方 第8节这个地方 49章是雅各最后对他12个儿子的一个祝福 第8节特别讲到犹大 他说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 因为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 你的手要掐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子向你下拜 犹大是一个小狮子 他是这个沃如公狮 敦如母狮 谁敢理你 到了第10节我们就会看见 那个关键的经文就出现了 他说什么呢 归必不离犹大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罗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 什么是归 归就是古代君王手中拿的一个牌子 那杖呢就是指的是权杖 因此在这个预言的里面 我们会看见上帝很清楚讲到 没有错 雅各的所有的儿子 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国家 会成为一个国度 是上帝所拣选的圣洁的国度 可是在这个国度中间会有一个支派出现 这个支派是掌权的支派 那这个支派是什么呢 就是犹大支派 也就是说 在以色列国中间会有一位掌权者 从犹大支派出现 会从犹大支派出现 而当这个掌权者 从犹大支派出现的时候呢 万民归顺 也就是说列邦都来归顺这个从以色列 犹大支派中间出来的掌权者 很多的学者提醒我们说 一般来说在大卫的时代 某种程度应验了 就是犹大的支派出来的这个领袖 掌权者就是大卫 所罗门他们整个这个谱系下去 的确是出于犹大的掌权者 所以掌权者要出于犹大 可是在大卫的时代 其实没有完全的应验 这样子的一个应许 也就是说万民都必归顺 大卫当时很多人来 很多的国家来归顺 可是还不算是万民的归顺 可是有一天是万国万民都来归顺 这位出于以色列中间支派 犹大支派中间的掌权者 那请问是要在谁的身上才能应验呢 当然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 出于犹大支派 后来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到了新约的时候 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什么呢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所刚才我们所说的 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后裔中间 那一个单一的特定的后裔 是要叫万国得福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我们会看见 在这个地方很清楚讲到 从大卫的后代要出现掌权者 而这位掌权者是叫万民来归的掌权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创世纪的理念 上帝创造 可是当人堕落之后 上帝就为人类预备救恩 我们可以说创世纪包括了创造 也包括了救恩 而救恩的线路 在人类的历史中间 我们会发现 创世纪的作者 他选择性的讲到人类的历史 特别就是要把人类 上帝为人类预备救恩的这条线路 把它描述出来 当然我们也会看见 在这个历史中间 许许多多的人物 他们是持守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 好像亚伯拉罕 好像以撒 好像雅各 他们一生走在信心的道路上 他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救恩 而这个救恩竟然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后裔 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大的信心 他们将信心对准这位上帝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 他们就与我们一同得着这个救恩的好处 所以当我们来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了这个创造跟救恩的主题 今天呢 我们这个课程会暂时告一个段落 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会进到出埃及记的里面 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玄接这个救恩的线路 继续的往下走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课到这边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来从这个创世纪中间得到这样宝贵的信息 我们可以回应在主的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的定义就是为人类预备救恩 所以你在人类的历史中间 选择一个谱系 持续的走下来 很清楚的 透过闪的后代 透过亚伯拉罕的后代 甚至后来看见是从大卫的支派出来的 是从犹大支派出来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就是这救恩的根源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特定的祝福万族万邦的后裔 也是出于犹大的掌权者 是一个让万民来归向他的掌权者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当我们用信心来对准与你的时候 我们就领受这个救恩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的名求的 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 靠你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 谢谢大家